館長翁長良就說 該館是農工科技大館 青年農民是該農業重要的活水 今年剛受獎的百大青農 該館就佔了17位 他們除了在農務上展現出專業 也突破不一樣的活動 展現青農的活力 青農今天特別在嘉義縣 舉辦全國青農 這個野毛球的邀請賽 這次大概來了18個縣市 大家知道青農是台灣未來 非常重要的農業主力 雖然從農人口沒有像過去 在勞力密集的時代 那麼多的人 但是現在智慧科技跟機械化 包括很多的專業化 青農在裡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不管是在所謂的栽培技術 或者是在所謂的栽培 包括網路的經營 都有他獨到的部分 實際上智慧科技 未來的引路 一定會讓從農的門檻降低 因為很多的大數據就可以掌握 所以基本上我們希望年輕人 在農業未來的發展裡面 會是一個穩定的行業 那也有人講過說 未來30年最好的工作 就是當農民 那我想這是一個趨勢 那因為農地會取得越來越方便 那農業技術會越來越好 那所以我想我們的青農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歷史的發展 那能夠承接下一個世紀的農業的發展 官農會總幹事 黃鎮宇也表示 自以前開放後 各地青農的交流 越來越頻繁 除了農業經驗的交換 也透過各行 外東 創起優惠的忙碌 這件由嘉義青農做董 來基盤五球的全國賽 歡迎全國各地的青農會盤 來到嘉義 好好感受嘉義的山 苦海 我們嘉義縣青農聯誼會 這次主辦 邀請全國各青農 一起來到嘉義館 我們自己縣級的體育館 來以球會友 羽球賽 那其實一開始目的就有兩個 一個剛剛講到的 以球會友就是 很多人都說 隔行如隔山 但是在農業界 他們只要種植不同的作物 完全是天差地別的方式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種植不同作物的 我們的青農夥伴們 藉由這樣聯誼的一個活動 可以促進身體健康以外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跨縣市的交流 不管是交流專業的經驗 或者是平常務農的心情 我想對他們來講 就是很強的一個夥伴的資助 那當然第二個目的 就是我們自己縣好山好水 所以我們透過舉辦這樣子 全國性的一個 以球會友的一個羽球賽 其實呢 可以讓所有的縣市 藉由這個機會來實在 我們自己縣好觀光的 所以我們的青龍夥伴們很用心 因為他們希望呢 不單只是呢 宣傳我們嘉義縣的這個 好農喔 我們還是希望透過像這樣的方式 讓更多人了解 我們改觀其實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 改觀青龍連日會中學長 代客員也說 真影響可以在改觀 基本這件的汙球 搖車賽 專門17個分會 專門董環做地培 叫專國各地的青龍交流 連日在這種夏令陣情 僑幹部完成了一件 重萬火營的活動 也希望這份嘉義立場 可以繼續傳營 謝謝新聞曾一聲 破主題彩虹報道 你知道學校什麼東西換新的嗎 對啦 還有新風換氣系統 近年的都仔都會油 油油油油油 一油一油 近年的車 看太多的整個流出來 現在可以放比較多 然後置物空間比較大 你會不會過敏 會 裝了新風換氣系統之後 就好很多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打瞌睡 考試一百分嗎 呃 成績有提升啊 我敢學新的草草 因為今年的草草很好跑步 跑步超舒服的那種 硬體是軟體的基礎 升級校園才能升級孩子們的未來 讓嘉義的孩子們盡情學習 大口呼吸 快樂奔跑 加義我的家 教學環境 全面家 全面家 全面家